來我看一下這題 他說射導型A B C當中 線段A B四起6 A C四起4 角B A C四起度120度 求多長 求角B A C求什麼 求這角A外角平分線 來什麼叫外角平分線 所以說把角A這邊 在角A外面這樣行不行 外面這個角好不好 告訴我這次幾度120度 可見外面這個角這幾度60度 把這60度給分一半下來 這樣行不行 這條線我們把它稱為外角平分線 這樣行不行 這條線劃下來之後 碰到B C 碰到把這條線把它延長行不行 碰到這個疊我們就要把它1點行不行 麻煩你把這條線段A1把它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我剛才講過 這是120度 那這幾度60度 可見這兩個角度都是幾度 30度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求這段A1怎麼算 來 我先假設這段A長度叫AX好不好 這怎麼算 其實 我們以前都教過角平分線 有沒有印象 以前角平分線怎麼教 比如說我們開這題 我們把這題後來看一下 一樣 假如說這上小型A B C行不行 來老師想請問一下 以前教大家角平分線怎麼算 他告訴我題目是幾 這邊是6 這邊是4 這邊是幾度 120度 這樣行不行 我們複習一下好不好 他角平分線 什麼叫角平分線 就是把這120度給分一半 分下來 這段長度叫幾 叫A珠行不行 分下來是這四幾度 60度 這四幾度 60度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啊 A珠叫內角平分線 對吧 那你看一下 今天這裡是求A1 求外角平分線 老師怎麼算 其實我們看一下 內角平分線還記得嗎 以前都教過大家怎麼算 因為對這造型而言 你看一下 前面告訴我什麼觀念 兩邊一夾角 對吧 所以說再算這條內角平分線 怎麼算 我們把它寫成造型 ABC的面積 它可以拆解成 AB珠 再加上AC珠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以前在學時 我們怎麼學 這造型ABC 它的面積可以拆解成 AB珠 加上AC珠 這樣行不行 那我就把這個A珠去 假設X 行不行 所以說可以知道 ABC的面積事情 它給2分之1 乘6 乘4 乘3 乘3 120度 這樣行不行 等於 等於 ABC AB珠 兩邊一夾角 告訴這是幾度 60度 它可以寫 2分之1 乘6 乘X 乘3 60度 再加上 AC珠 一樣 兩邊一夾角 2分之1 乘4 乘X 乘3 乘3 60度 之後再去把 什麼 再去把 X算出來 好 這是以前內角評分線這樣算 老師 題目是說外角 我這AE 你囉嗦這麼多 因為翻法一樣 怎麼說翻法一樣 你觀察一下 這塊造型 ABC 我不要看ABC好不好 我看整個大大的ABE行不行 兩邊一夾角 這是150度 所以說ABE一樣 我可以把它切割成ABC 再加上AEC 對不對 可不可以 我一樣可以這樣切割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我這整塊造型 ABE 我可以拆解成造型 ABC 加上造型 AEC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來一次 這塊 ABE 兩邊一夾角 所以2分之1 乘6 乘X 告訴這夾角是幾度 答案 150度 對吧 會等於 ABC 兩邊一夾角 2分之1 乘4 乘6 乘3 3 120度 加上 AEC 兩邊一夾角 2分之1 乘4 乘X 乘3 30度 這樣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去求多少 求這個 X 是出來了 首先看一下 你看這三個四字 這個AX怎麼算 麻煩你一件事情 首先麻煩你把1分之1給消掉 這樣行不行 各位 來告訴我 350度四起 1分之1 所以說乘起來是3AX 這樣行不行 等於 3120度四起 2分之根號3 24乘2分之根號3 12根號3 這樣行不行 加上 來 一樣 再三十度 1分之1 4A乘2分之1 2AX 所以把以下 老師可以推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AX算算就是7 12根號3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說這叫外角平分線 所以說不管是內角平分線 還是外角平分線 我們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面積的觀念 去把它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把這邊看一下 OK